好 看完臺北 來看到高雄 今天開學日 高雄市警局 婦幼警察隊 跟各分局 與學校配合 共同執行了互同專案勤務 由玻璃市大人在校門口 執行交通疏導等工作 而婦幼的吉祥物 安心鳥 還有幽靈女警也出動 陪孩子安心上學 收音響起 小朋友過馬路 目不轉睛的盯著一旁 美麗的玻璃市大人 這個新學期的展開 除了老師 志工 還有警察姐姐哥哥陪上課 家長看了 好安心 很謝謝他們這樣子 小孩子上學 最重要是安全 有時候警方也會來加強導護 我覺得早上看到的話 會比較安心 校外有員警護學童 校內有可愛的吉祥物 幫孩子加油打氣 談判結束 高市富有警察隊 以及各分局 全力和學校配合 執行互同專案 到了晚上 人民保姆 還要重回校園巡邏 哪裡黑就往哪裡去 包括學生的租屋處 收編治安 死角都得增加巡邏密度 住宿區啦 或者是這個下課 晚上下課以後 那個安全都是我們要維護的 所以我們也想要跟學校 來取得一個共識 看警方能來協助的 這些方面要來配合的 投入大批警力 加強巡邏密度 要讓學生都能平安出門 安全回家 華視新聞消息 CUC 徐晶一 高雄報導